3月14号就快要到了 你问我那是什么日子 我会说这是世界圆周绿日 才不是白色情人节咧 不过既然提到白色情人节了 许多人都会在这时候 送巧克力亦表自己的心意 但你知道吗 市面上有些叫做巧克力的产品 从明年元旦开始 将不得再称作巧克力 威福布什要署 今天公告三项修正规定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 删除代可可制巧克力标示规定 未来如果产品类的植物油 添加超过产品种重量的5% 就不能用巧克力当作品名 只能改称为巧克力风味糖果 对此食药署解释 过去针对使用植物油的巧克力产品 仅规定要标示添加植物油 但在参考国际市售的巧克力产品后 发现多数产品含有的植物油 都低于产品种重的5% 所以才决定删除代可可制巧克力标示规定 让巧克力的定义更加明确 至于其他两项公告 则是有关含线巧克力 以及半固体形态或流体形态 巧克力的标示规定 在含线巧克力的规定中 规范产品内含的巧克力含量 至少需要有25% 并且要在品名前 加上含线或加工等同一字 例如民众熟知的金沙巧克力 如果业者认为产品重点风味在真果 就不一定要在品名中加入含线或加工字样 可以改成金沙真果巧克力 或是金沙含线巧克力 所以明年要在市面上看到 金沙巧克力这几个字样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另外最后一项规定 则是针对巧克力抹酱 巧克力糖浆等产品进行定义 只要这些产品 总可可固形物含量至少5% 或可可纸至少2% 就可以称为半固体形态 或流体形态巧克力 需要在品名中标示 巧克力抹酱 巧克力糖浆 方便民众区分 而这三项新措施 将从明年元旦开始实施 如果业者没有 以规定标示清楚 就会依法开罚3万到300万元 若是标示不实 则会处4万到400万元发还 看来以后送巧克力 都会少了一点情调 因为如果买的不对 就只能说 请收下我的巧克力风味糖果 生活中心 你是我的巧克力 报导